北漂的游子这个端午节假期 因为外界都说别把疫情带回南部 因此很多人都决定不回家了 但仅仅是端午假期吗 很多人说全国停课延长到了暑假 那么暑假期间 这些在各地求学的大学生还要不要回去呢 很多大学现在因应教育部的规定 延后宿舍搬迁清零的时间 但是等到解封之后 比方说有学校 他们是7月4号解封 届时宿舍多半在一到两周之内就要清空 那么他们到时候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会有群聚的可能 从宿舍打包行李离开 詹同学在三级警戒后不敢返乡 暂时借住在台北朋友家 只是暑假要到了万一要清空 他担心宿舍里还有个人物品没地方放 算了还没有确定 因为还要看疫情 因为我怕回去会影响到家人这样 延期就是跟着三级 看三级加两个礼拜这样 对那你自己还是决定先把东西搬走 对对对就但我还是有一些东西在这边 可能之后会等家人上来载 三级警戒延长到暑假 教育部公开宣示 学生以减少移动为原则 学校不得强迫返乡 不少大学都延后搬迁宿舍时间 像是政大就公告在解封日之后 大约两周左右才要搬迁完毕 中兴大学是明定延期到7月12 逢假时间最长给留宿学生到8月底前都不用移动 而阳明交大也延后搬迁日期 定在解封后一周内搭配搬迁的门禁管制 只是解封后马上要清空宿舍 学生就得回到学校会不会造成另一波群聚 疫情不明朗 小方也只能随时调整 他已经回家的东西在宿舍 那针对这样子的孩子 如果三级警戒一直到7月的话 我们其实是没有想要 这些孩子回来搬他的东西 并不打算清空他的床位 没有这样子的打算 比较少讨论到那么远 但因为可能主要是因为现在 可能连明确的开学时间可能也未定 因为这将现在只考的延期 所以可能到后续 原本9月初的开学 可能也会再往后 无奈疫情严峻 情况瞬息万变 异乡读书的游子有家归不得 随着政策板当内心也充满不安 八达新闻 所以宣如智行 开北藏报导